好的直播三號發生規模七點二強症 重闖花蓮 其中泰魯閣國家公園沙卡蕩步道六人十連 包括一名二十一歲胡姓女子及 尤姓夫妻一家無寇 正在人員在五號沙卡蕩步道找到兩具遺體 六號上午十一點三十七分左右 又發現了第三具遺體 確認是一名成年女性 因為在第三具遺體身上 有發現身份證 目前已經確認是二十一歲的胡小姐 我們從畫面中可以看到七名 中大人員齊心將遺體運送出來 現場環境還是十分崎嶇 旁邊都是大大小小的落石 腳下也很難猜穩 中大人員只能一手扶著道路 穩住身體一路小心翼翼往前走 證明二十一歲的胡姓女子 這次是自己一個人來到花蓮 第二天一早搭乘公車到泰魯閣 一路上原本都有回傳照片跟家人保持聯繫 但在強震發生之後就失去聯繫 家屬第一時間已經抵達花蓮 沒有想到卻是等到這個噩耗 根據了解目前先發現的第一具跟第二具遺體 因為還被壓在大石下無法脫困 最後第三具遺體被送出來 沙爾蕩步道失聯的六人已經有三人續確認死亡 如果有任何最近消息 我們也都會持續帶領掌握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近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